你有取这个心来施佛 不如施平 有分别心的话 不如向下 如果你没有分别心 施佛跟施平是一致的 这个是世尊说的福田 我们一般 都是想修行越好 福报更多 我们功德更多 其实那是在分别见一下说的 这是分别见 所以同学今天有没有转出你 不一样的概念 破除你对布施供养的这个角度 这里面有个故事 这个舍利佛呢 他用一波饭 恭敬心的供养佛 佛就把他给的这一波饭 不一样的 就布施给一条狗 但一般会怎样 叔父 那我饭得七的 怎么做 我这样 共用你 你拿去就够吃 这是对你 布施的 其实是有你自己的知见想法 那佛就问瑟利佛 谁得福多啊 瑟利佛言 如我解佛 你所说义 佛施狗 得福多 听懂 听懂 这种常犯 所以这个地方 世尊有讲 他在《项法决疑经》里面讲 有诸众生 见他 聚集做诸福业 但求名闻 勤家 勤家财物已用不失 有的人 他就想 我布施给人家得一个大好人 表扬的 然后 我会有什么功德 所以有这种念头 他去做对佛啊 三宝这些 恭敬的布施 然后呢 见贫穷孤独 看有那种贫穷善下郎啊 那种去跟他乞讨的时候 他喝骂 屈出 不计一号 麦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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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脏污了我的原地等等这些 这种人 佛头说这种叫颠倒做善 这叫颠倒做善 井上天花 而不愿意雪中送他 对不对 所以这种叫痴狂修福 佛说这种叫痴狂修福 名为不振作福 这种人 用财甚多 获福甚少 你用很多很多钱去怎么样 可是自己 自己没有获得什么样的利益 所以在讲到这些 我们讲到恭敬心施 跟大悲心施 是一致的 那如果恭敬心 又能平等的 是三宝 大悲心 然后平等的 是众生 就智心是众生 这功德福报 无量无边 所以我们要修正自己在布施上面的 概念 是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